Kender 又有回报 之前说我们去了浅罗国 就是泰国 是 我们又赢赢赢赢 又去视察当地民生 是 我们那条去拜当地的一些寺庙的片 都已经非常之算是成功了 有很多朋友看过 也都问我们怎么拜 是 有什么新的发现 除了拜神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饮食的 也会出 也有些是关于投资的 有些资讯都可以带给大家 因为我上次说过 当地的经济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用现代语 东南亚里面 可以值得留意的 所以 我就用那些古语 就是一片歌舞声平 对吧 民风物盛 所以都收到有些朋友 有些朋友就说值不值得投资 或者做生意 各行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很长进的报告 就是 你想买的话 又或者你想买 又或者想留意的话 要怎么做呢 泰国的一些 就是在房地产的情况 对吧 那我们公司 就是我们 不慈劳苦的 远征了去泰国 其实我们是坐船 不是游泳 而是坐飞机 是 经历了七七四十九天 说影片也很久了 是 七七四十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 就已经将所有东西 精济浓缩了 而成为了特效药 给大家看的 大家不妨给个like 那我们第一部分主打是什么呢 就是泰国的房地产 究竟如何入市出市 一些在浅金上 大家要留意的 就绝对没错过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部分的影片 那还有第二部分呢 第二部分是大家要再留意 都是讲一些 叫做在浅裸角 就是泰国楼域的投资的 一些叫做工量 或者一些叫做 留意的一些情况 大家好 最近很多朋友都问我 咦 香港以外的地方 有哪个地方是值得投资的呢 那今天其实都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外国的一些投资点滴 为什么呢 尤其是我们现在青人一代 你说在香港买楼 哇 买楼跌卖 除非你有家人的互赢 所以我们很多叫做朋友 我身边的朋友 都会看一下 尤其是东南亚这些地方 会不会有些物业 是可以值得投资的呢 那今天首先会和大家 讲一下泰国这个地方先的 那很多身边的朋友 都很喜欢去这个地方的 去又方便 两三个小时飞机 也都很多的楼盘 说着有包加斯 甚至有些就爆了租金保证 听起来很划算 很方便 但是你又有没有想过 其实里面有很多投资 有些要注意的地方呢 如果你今天 已经看好了 一个喜欢的单位 恭喜你 但是千万不要那么冲动 听到我们接下来 买楼的程序 或者方法先 那首先第一件事 你选对了单位 你是要下一个临订的 大概是2万至5万元港元 那换份算太多 通常是10万至20万的 那然后呢 你是要填一份 叫做booking form 给发展商 代表你有意思 去入这个单位 但是未完的 入完之后呢 大概你等2个星期 至1个月 发展商才会 准备一份 叫买马合约 去给你签的 签完之后 记得 就是要去银行那里 匯首期了 首期呢 一般大概都是三成 如果说楼化的项目 但是要注意 去银行 不是就那么简单 直接匯钱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身为外国人 买泰国楼呢 基本上你要证明 所有的资金是外来的 所以在银行那里 你匯港元又可以 匯英镑匯美金 什么都可以 记得千万不要匯太猪 有些银行职员 如果他不懂的话 很多时就会因为 想跑生意 而不停去说服你 喂 长了太猪才会过去 那你就出事了 你分分钟买不到楼 匯完钱之后 等发展商通知 就是收楼 那收楼基本上 和香港一样 你都要先飞过去 验一验先的 那大家都知道 香港也好 其实外国楼也是一样的 很多时 起源出来 都产痴不齐 所以一定要去验一验 有问题 发展商会和你收拾的 那你自己飞去验又可以 你说我找人去验 一样可以的 验完没问题 回香港 才给剩下的钱 当你给了所有的钱 同时 你要签了所有的注名文件 发展商就会帮你 遞给政府 正式搞转柄手足 到期时 你等大概两个星期 发展商就会出到 屋系和铁匙给你的 但是要注意 转柄文件里面 有一份要求的文件 就是你的入境记录 是说入泰国境 所以有些朋友会问 究竟我不飞过去 除了买买到楼 理论上不行 所以你怎么都要去飞一飞过去 如果有些朋友想玩按揭的话 当地有好几家银行都会接受贷款 包括中银 BOC 台灣银行 UOB 以及工商银行 ICBC 当中ICBC和UOB相对比 香港人来说 比较容易申请 但要注意利率都不便宜 哪一间就是KBANG 利率稍为会便宜 泰国那边少少 但是这些你就要继续 好 买到楼了 那就先恭喜你 但是忘记 还有一些雜费要花 第一 就是transfer fee 货戶费 1%of你的楼价 第二就是管理费 管理费是跟回你大小的 年缴 通常30-80泰铢 每个平方 每个月 年缴就是乘下10月 接着还有就是大厦维修基金 升倾分 就是什么呢 就是维持家屋院里面 一些日常的维修费用 那里一次性的 大概300-800泰铢 每个平方 都是因应你屋里面的大小而定的 最后就是水电标的安装费 都是一次性 大概8000泰铢就完成了 所以做业主都不是那么容易 还有大厦的维修费是要给的 另外就是 如果你要维持层楼 有什么费用呢 那边的楼 大部分香港人买得的话 都是永久业权的了 所以它就不存在着一些所谓地租 或者差项要负责的 但是有人管的嘛 都要给管理费 就是刚刚所说的 每年你都要交一次你的管理费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有想过 如果把层楼放租的话 Agent都会收钱的 那收多少呢 一半啦 一至一个半月的租金 每一年就会这样去收的 那怎样定的呢 有些债同来找租客 有些他要和你管理费 那就会收多些 这个就要和Agent谈了 最后就是家屋里面 你是要有家司 建议才比较要找租客 那如果这些硬件有坏的话 业主也是需要维修的 好了 买完楼 到你有一天想卖 而又真的卖到的话 亦都要恭喜你啦 因为当地现时的二手买卖 相当之少的 但是卖楼你都要知道 有什么费用的 第一 都是过户费 又是1% 第二 就视乎你究竟卖楼的年期是多久 如果五年之内 政府收你3.3% 如果五年之后就收你0.5% 未完价 还有一样叫做 一个Income Tax 那里就有些复杂 大家就看图表 看不及的话 慢慢滑回钱 只要停去再看 那还有什么呢 其实还有这个 律师费集费 所以通常地产公司会和你交换 大概0.5%至1% 你的楼价 另外还有地产公司 大家都会关心 究竟收多少钱呢 一般 当地都会是3%至5%不等的 你可以有权和他谈 少些或者多些 那这个就会关系到 那个公司有多乐力 去和你买一层楼的了 好 既然你买了一层楼 要投资 卖出去不容易 那当然是说收租的 现在就和大家说收租 那收租 首先刚刚说过 屋脚里面的家司 要齐存 才会容易找到租客 第二就是 有些人都会问 收租甚至交税的呢 很多agent都会跟你说 不用的 事实就是说 政府呢 理论上是会收你的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报 那意思 所以要收 收多少呢 大家又是看表 如果你今天收到租 又或者卖到一层楼 有够钱的 那够钱呢 通常都是回来泰国银行的 很少就会回来香港 但是你想回的话 那要怎样呢 那首先大家要明白 一样道理呢 就是当地你要买一层楼 刚刚说过 你是要证明所有资金 是外来的 假设当初你买楼 用了500万泰铢的话 今天你卖到一层楼的话 你就将这500万泰铢 很轻易地回回香港 但是你不会500万就买 你如果是赚了600万 即中间赚了100万 100万又怎会呢 那不好意思 你就要跟回外汇管制 跟地方 首先理论上 如果你想带现金出境的话 最多你就可以带5万泰铢 5万泰铢之后 如果你想再多些 是需要申报的 最多可以去到45万 如果回香港的话 除非你去泰国邻边的地方 就可以去到200万泰铢 但很多时候 你都是直接回香港的 所以都是45万的 如果去到香港 入境你都要注意 最多只可以带12万的港元 入境 又是多了 要申报的 如果收租 那个租金收入 又怎样处理呢 你想着很容易又是回香港 sorry 每天都是那句 外国 泰国汇钱 是相当之麻烦的 所以 大部分的人 都是在那里拿回现金 那就算的了 那说到尾 有些人就会说 咦我收租 卖完楼 那些钱 不如在那里买多一盏 对不起 刚刚都提过了 买楼是需要证明 所有资金在外来 即是什么呢 买不到的 那块钱 你都是留回去旅行 那里洗去算吧 好啦 那有些人就会问 民宿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做 那么多人去旅行 那首先 要告诉大家 一般来说 在那里 如果你租到 一个月里面 15至20天 就等于一个月租的收入 但是 那些租务公司 通常会和你拆的 拆大约三成左右 也有样东西要注意 是民宿 在泰国里面 不是合法的 所以 很多现在新建的公寓 大部分都会下了命令 就是 可以做民宿 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业主就要自己负责了 另一组的放租模式 就是叫做 Service Apartment 和模式管理 这一类都很受欢迎的 那这一类的重点呢 就要看一下 管理公司 是哪一间 它是不是真的 和你做到足呢 也都 他们的收费 是大概多少呢 每间间都不同的 有些会和你拆账 有些会拆到 有些会拆到 大概五成左右 所以 你又要计算一下 今集到这里 下一集 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 投资泰国楼 需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 楼花 稳不稳定的 而首市场 又是什么环境呢 而全城计 有没有什么地方 需要注意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 下集记住密切留意 拜拜